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怨笑得无所谓 他不就想装骑士 等陷入爱情坟墓的公主 看上攀附豪门吗 他要是能经受住考验 那我就给他这个机会 考验 原来我的所有苦难 在对方眼里就像游戏一般 我悟了 打包他的东西寄了回去 然后换成事重新开始 他却出现在了我身前 求我跟我回去 我们好好过日子 和陪怨早出晚归 一块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 他还时常笑我 你怎么掉进前眼了一样 一块钱而已 我没忍住反驳 别看这是一块钱 在过去我能买一个大馒头 奢侈一点 还能配上一包辣条 每次说完 他都会无奈又心疼地拥抱我 用我最喜欢的甜蜜嗓音 跟我说着未来的规划 他说 以后不会让我饿肚子 他说 会努力给我一个家 他说 会好好爱我 我会开始畅想未来 诉说着心愿 睡去 原本今天也会经历想过去无数次一样的过程 但因为买房子首付的钱 已经存够了 我准备今天送完最后一单外卖 给陪怨买几条裙子 刚把咖啡送完 我就听到一声声艳羡的惊呼 抬头看去 正是一个大小节豪质千金 把奢侈品柜台的礼物全包 送给一个青年 青年笑得含蓄 谢谢你呀 陪怨 这些东西 我很喜欢 准备离开的脚步停下 身体控制着我向声援靠近 可能是我这身衣服太朴素 也可能是人群太多的缘故 陪怨并没有看见我 我却能看见她 她身边还站着我们上一届的学姐 和她关系很好 我记得叫宋敏 宋敏声音带着一点不悦 木青应该还在兼职 你但凡从指头缝里露出来一点 她也不至于那么辛苦 陪怨不以为意 她不就想装骑士 等陷入爱情坟墓的公主 看上攀附豪门吗 她要是能经受住考验 那我就给她这个机会 宋敏明显有被气到 你就不怕她知道 陪愿吃笑 游戏而已 知道就知道 咱们这些大小节 有的是时间玩感情游戏 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离开的 骑着那辆从二手市场逃来的电动车 在这个繁华的都市穿行 没有学历 有的只有那点子力气和吃苦耐劳 我以为宋敏和我一样 却没想到 在她眼里 我就是她只醉金迷生活中的一种消遣 大小节的游戏 回到出租屋 我坐在了地上 久久无法回神 心口被一种窒息感环绕 最终我晕了过去 醒来已经是晚上 陪怨没有回来 我点开手机 里面有她的消息 今天公司应酬 我会晚点回来 我没有回复 转而起身 脚步有些亮呛 我找了存折 看着上面的存款 我想了想 我拿出纸笔 缓缓做着计算 之前是想着买一套房子 所有的工资 我们都放在一起 眼下就要分开了 有些钱还是要算清楚一点 省得后续觉得我占便宜 又做什么攀附豪门的梦 没有成为孤儿之前 妈妈就经常教育我 男生不能吃亏 也不能让别人占便宜 我也就养成了一种要强的性子 她工资比我高一些 最后存这里的钱 我能拿回来的 也只有六万 也不少了 明天收拾一下 把属于我的那一部分拿出来 晚上九点 她回来了 身上醉醺醺的 一进来就抱着我的腰撒娇 老公 老公身上热热的 老公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 老公 我喝酒喝得有些难受 老公给我倒点水吧 黏人的模样 简直和我之前见到的 形成了两个反差 我把她拖到了沙发上 没有像往常那样 给她煮什么醒酒茶 只是给她倒了一杯水 静静地坐着看着她 陪怨明显感觉到了什么 喝完水就做好 乖乖地像一个大学生 老公是不是生气了 她拉住了我的手 掌心滚烫 着急地解释 这个情人节我不是故意不跟你过的 只是公司我们走不开 老公 我真的没有骗你 不信你打电话给宋敏 她和我一起的 我微笑摇头 我没有说你骗我呀 她的明显松了一口气 我却不准备让她这口气散得太轻松 于是我又补了一句 毕竟我和你说过的 我最讨厌别人骗我 如果你骗了我 那我会立刻抽身分手 你应该还记得吧 陪怨愣了愣 眼底带着一丝慌乱 但是她掩饰得很好 记得 她拉着我的手 贴在脸颊蹭了蹭 我不会骗老公的 最后一次 她还是没有跟我说真话 一次谎言背后 可能是无数次谎言的堆叠 我看着她睡着的侧眼 第一次失了棉 陪院长得很漂亮 我从来都知道 当初她跟我说是贫困生 我是说什么也不相信 可是后来看她馒头咸菜不变样 我就信了 开始把自己的午餐分出去一份 班上原本因为她长相而接近她 再知道她家庭状况 都远离 只有我 依旧在她身边 颇有一种抱团取暖的感觉 有时候我在想 就当养一个妹妹 当一个家人 毕竟一个人实在是太孤独了 这个想法一直持续到 我要考大学 可是我的所有勤工俭学的钱 只够一个人上学 她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母亲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只有这样 你以后才能有好工作 我没事的 我可以打零工 养你 我心软了 最终没有参加高考 把她送进了 我一直想要进入的学府 我则是打零工 不断兼职 只想要让她生活不那么辛苦 后来 她生活得越来越光鲜 和我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我想着就此隐身 她却又出现 不断把我拉向自己 母亲 以后我不想叫你哥哥了 我想叫你老公 我快毕业了 等我找好了工作 我们在这个城市买了房子 我们就结婚 我一定会让你幸福 我信了 然后一败涂地 一夜无梦 裴院前脚刚走 我后脚就跟得起来 把出租关于我和裴院所有的东西 整理出来 去银行 把存折中属于我那一部分的钱拿了出来 剩下的我都放到了裴院的那堆行李里面 我买了最近的那班火车票 拿着本来就不多的那份行李 踏上行程 也不知道是不是她有什么预测 火车刚开 她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老公 你那边是什么声音 怎么那么吵 你还在送外卖吗 以后我不会送外卖了 我回答她 看着火车缓缓开走 先到大哨也应该是没坐过火车 所以听不出这个声音 裴院没有反应过来 可是你不送外卖 我们的房子怎么办 老公 你是不是找到新工作了 你怎么也没有提前跟我说 我还可以帮你看看 累不累呀 裴院 我已经没有力气和她继续演下去了 不对 我应该叫你裴大小姐 跟一个穷的叮当响得过而过苦日子 真的是辛苦你了 电话那边裴院愣了愣 不知道为什么 她心里总有些慌乱 其实上一次 宋敏跟她说话 她也有在深想过 是不是应该告诉我 可是一想到我每次提到钱 那种小心翼翼的模样 她就觉得反胃 她在意的从来就是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把钱看得那么在意 如果被我知道她很有钱 我八成会像一块狗皮膏药那样 粘在身上 撕都撕不下来 她那么想着 在昨天晚上 听到我的询问 不可否认 她心里涌上过惶恐 那种惶恐远超被膏药缠上的黏腻 最后不是理智战胜了那种恐惧 晚晚 你在说什么呀 谁是裴大小姐 我是裴院啊 我要是真的是裴大小姐 我用得着和你一起吃苦吗 你是不是又被那些营销号洗脑了 我被她的垂死挣扎逗笑了 滴滴的笑声带着无比的心酸 你放心 我没有攀龙负凤的命 也没有攀富豪门的心 房子我已经退了 存折里那些钱是你这些沾钻下的 我只拿走了我的那部分 分手吧 挂断电话 抽出电话卡折断 裴院这人真的是一个天生的演员 我还记得高三那年 学习节奏比较紧 其他同学的家长 担心他们用脑过度 体力跟不上 每天的早午餐 都是变着花样给他们吃 他却只有我的那几分简单的小菜 吃不饱就去食堂喝汤 把自己喝饱 后来有段时间 愣是给自己整出了胃病 可是又不想去看病 就蔫喇叭唧地看着我 向我求助 母亲 你说胃疼会不会要命啊 母亲 我好难受 我会不会死啊 那个月我正好刚发兼职工资 我咬咬牙 直接跟老师请假 把她拖进了小诊所 小诊所的爱医人很好 简单了解了点情况 给她开了点药 却也嘱咐我 小姑娘家家的 可不能老是喝汤 得补充营养 要不然以后身体的抵抗力升上去 就会老是生病 我在孤儿院操惯了 那里的小孩子都是鸡一顿饱一顿的 只要活下去就好了 哪里会管这些 可是我知道生病的难受 可是我自己难受就难受吧 没有必要让别人也这样过 回到学校 我给裴员办了一张饭卡 跟老师申请了晚自习外出 老师知道我的家庭情况 知道我要干什么 让我保证学习成绩要保持 也就没与多做干涉 我找了一个帮助火车泄酒的工作 虽然累了一点 可是每天都有两百 有时候遇上轻松一点的时候 老板还管饭吃 那个时候虽然忙碌 但我感觉还是幸福的 甚至有些时候 我是感觉很自豪的 我想的妈妈说 你看我自己能养活自己了 甚至还能养活另外一个 无家可归的女孩 现在想想 意外得有些可笑 我到底是一个什么牌子的蠢货呀 明明自己生活已经很不如意了 却还要伸出手去帮助别人 到头来 都是一厢情愿而已 我选择了爸妈的老家庭住 这是一个发展不是特别好的城市 我租了一间小院子 这些年 我做各种兼职 偷师学了 怎么做早点 小县城消费不是很高 我早起摆个摊子 卖点早点 只要辛苦一点 生活也就还过得去 很快我就和周围的 同样摆摊的叔叔阿姨认识了 他们都惊讶 我一个年轻小伙 竟然这么能吃苦 小伙 你爸妈呢 他们放心你一个人出来打拼 我笑笑 我是孤儿 一个人 听到我这个回答 问话的大叔也了然 怪不得这么能吃苦 后面也对我都照顾了一些 有时候遇到有人来找我查了 叔叔阿姨也会过来帮我 这是唯一让我感到暖心的 我想生活一直这样平淡 也挺好的 可是有一句话叫做 事与愿违 今天的早点刚卖完 我就感觉胃部有些不舒服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想吐又吐出来 我身体一直很好 感冒发烧都很少 担心之后症状可能会严重 我坐公交去了附近的医院诊所检查 碰上坐诊的中医 他一诊脉 眉头就锁紧 你身上这些毛病呀 胃都快赶上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头子了 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不太好 别试 心头像是被一块大石头狠狠击打了一下 癌症要是还和陪院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对这个结果无比惊慌 可是现在我只有一条路 我看着为数不多的余额 当天就坐车去了医院 检查出来的结果的确是癌症 发现比较早 我选择保守治疗 准备过两天拿药 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是被叫住了 沐青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陪院最近找你都找疯了 手中的检查单子滑落 宋敏弯腰捡起 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 癌症 怎么回事 他知道吗 我把单子拿回来 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知道了干什么 难不成让他以为我在求他可怜 不过癌症而已 死了又能怎么样 回到家的当天 我就开始收拾东西 我不知道宋敏会不会把我的事情告诉陪院 但我不敢赌 与其等待 不如离开 打车刚到半路 我就被拦下来了 陪院平静得有些可怕 沐青 别闹了 我们回家 沐青跟我说了 你身体出问题了 我有钱 我能给你最好的治疗 他不藏了 连夜把我带回了自己郊区的别墅 我第一次踏进妇人的世界 每一样东西的奢侈程度 都是我不敢想象的 可是在这里却随处可见 陪院似乎是想要弥补 看我呆呆地看着桌子 立刻让佣人把各种精美礼合拿过来 堆在我身前 他黏乎乎地贴在我身边 像以前一样喊我 老公 我知道错了 这些礼物我一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老公 别生气了 以后你不用上班 我们家的钱 你这辈子也花不完 你也不用买房子 我的房子 随便你想怎么住怎么住 要是以前听到这样的话 我可能会兴奋地睡不着 可是现在 我听着只感觉一阵作呕 伸手抱了抱自己 才把自己从那种负面情绪拯救出来 陪大小姐现在就不怕了 他表情一愣 你这么有钱 而我穷的只剩下我自己了 毕竟在你眼里 我应该是一个拼了命 想要攀附豪门 改变出身的疯子 你不怕我赖上你 胃不翻涌的难受 我忍住恶心解释你不用担心 宋敏应该没告诉你 那天在医院里遇到他 我其实没打算打招呼的 生个病而已 死了就死了 兴许是我说的太认真 陪怨在我的目光中 节节败退 眼神痛苦 不是的 木青 我没有担心 我只是想要把你接回来 我想要照顾你 后面的话我压根没有听 一连两天的转动 让我感觉很累 迷迷糊糊的睡过去 我已经出现在了房间里 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换过了 睡衣的材质很舒服 是我没碰过的料子 床也很大 我在床边看到了自己的行李箱 走过去 我找出了自己的几件就衣服换上 拖着行李箱下楼 刚要出门 就被人拦住了 管家跟我解释 穆先生 小姐让您在家里好好休息 不要随便外出 我绕开他 结果在门口看见了几个保镖 管家在我身后再次重复 穆先生 小姐不会让你离开的 请安心养身体 这是变相把我关在身边啊 我不知道 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 他拿走了我的手机 只让我看电视 以及偶尔的检查 偶尔我还能从新闻上看到他 他身边站着之前我见过的青年 那个他豪至千金的青年 他长得很帅 带着一股子书生气 是现代女孩子都很喜欢的奶油小生 比我这种把自己活得很糙的男人 要好很多 我听这里的庸人说 那个人是裴苑现在的男朋友 不过还没有过明面 裴家人不知道同不同意 我听着听着就睡了 醒过来裴苑已经回来 就坐在我身边 没有恶化 这是裴苑这么久 第一次听我说话 眼底带着明显的喜悦 没有恶化 医生这次检查之后说 只要好好吃药调养 身体会好的 我摇头 那应该要花很多钱吧 我没那么多钱 他脸直接变了 狠狠捏住了我的脸 你不是知道我是谁了吗 你觉得 我会让你花钱治病 可是对上我的瓶颈 他更加抓狂了 木青 我都给你道歉了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原谅我 我没看他 但感觉着说点什么 那个青年和你很般配 都一样贵气好看 比我配 裴苑被我气走了 一连好几天没见过 第三天过去了 我以为这里依旧不会有其他人 却听到了管家的拦阻声 沈先生 这里是少爷的私人住宅 别人都不能进 沈南辰声音斜思 我只不过参观一下 愿愿的家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不会是这里 藏着不该藏的东西吧 唉 你别挡我镜头 我就说 愿愿为什么每晚都不去找我 感情是 外面还养了一个小的 兄弟们 今天我们直播抓男小三 管家最终拦不住 让一众人闯了进来 我也是第一次 见到裴苑身边的男人 笔直电视中 他更多了几分秀气 手机的镜头对准我 沈南辰眼底写满了厌恶 看看 看看我发现了什么 一箭双雕啊 今天咱们来直播 报打男小三 沈南辰身后 还跟着几个跟班一样的人 有男有女 管家上了年纪 家里的庸人知道他的身份 根本就不会上前 他上前一步 直接扯住了我的头发 想要打我 被我牢牢挡住了 践行不通 他就一脚踹在了我的肚子上 密密麻麻的腾瞬间席卷 我却没有丝毫护住他的打算 甚至还有点轻松 喉咙翻涌上来一股心田 我却笑了 管家在那边已经惊呼出声了 穆先生 沈先生 不能打了 穆先生生病了 沈南辰浑然不在意 生病了 怎么不病死算了 肯定是你接着生病装可怜 勾引我家怨怨 你怎么还不死 我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了 被像一只死狗一样拖了出去 奄奄一息 隐约间好像听到了妈妈的呼唤声 其实有那么一分钟 我在想 就这么睡过去 也是好的 就不用那么痛了 人生来就是受苦的 可为什么只有我这么苦 你怎么在这里 陪怨的声音传了过来 带着诧异 沈南辰连忙迎了上去 怨怨 我这也是想要多了解了解你嘛 不过 怨怨你家的管家实在太没礼貌了 明明认出我了 还在拦着我 我还发现了一个不知好歹的男人 不过我都帮你收拾了 陪怨越听越不对劲 声音隐隐带了一点危险 一把握住了沈南辰的手 你说什么不知好歹的男人 你做了什么 沈南辰还不知道危险在靠近 继续说着 就是那个生病的 我知道 肯定是他威胁你 你才把他留下的 不过你放心 他从今天再也威胁不了你了 我亲眼看着他吐血了 不过怨怨 你可得让你的人帮我处理干净 省得一些糟心的事 找上我 陪怨如遭雷劈 一把将他甩在了地面 推门而入 就看见被人看住的管家 而我常坐的沙发已经被血染透了 我是被宋敏送进医院的 管家给陪院打电话打不通 就只能联系宋敏 这个他们小姐的好姐妹 被抢救回来 看着医生一脸担忧的表情 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本来条理已经好很多 你现在已经有恶化的倾向了 你们年轻人 不要仗着身体年轻 就这么遭见自己啊 送走医生 宋敏坐在我的床边 眼神复杂地看着我 对不起 我知道她在道什么歉 如果不是她向陪院 说了我的位置 告诉了她我的事情 我不会遭这个罪 我可能会治病 也可能会安生等死 可这一切 都因为她的告密 付诸东流了 我被冠上了小三的名字 沈南辰直播的时候 可没有打码 所有人都看见了我的脸 甚至有些比较激进的人 借此开始人若我的信息 网上有被剪辑出来的直播视频 底下的评论都是骂我的 男小三都该死 主播 你简直就是我的大男主 打死小三 我们给你找律师 男臣最帅 如此云云 迷迷糊糊睡过去 再醒过来 身边的宋敏 已经变成了陪院 她满脸疲惫 看到我醒过来 激动地握着我的手 沐青 你怎么样 身体还有哪里疼 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治病 他像是一个受伤的孩子 期待我的回应 他的保镖很懂眼色的 伸手把一个男人给拉了进来 还是那个秀气的男生 只是脸上全然没有了出见时候的锐气 只剩下仓皇和恐惧 他在瑟瑟发抖 对不起 对不起沐先生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才是他的男友 是我探目中无人 您饶了我 您饶了我 陪院看着我 语气温柔 你想怎么对他都行 我会帮你 他是不是打你了 我让人帮你打回来 让他痛十倍 百倍 都可以 我摇头 这两天看手机 隐约间也能看到 一些关于沈南辰的消息 这是一个新进网红 为了红不择手段 不少人都在他手上遭过罪 我不是什么善人 被人那么对待 还能轻飘飘地过去 那就让他体会一遍 他做过的所有事情吧 沈南辰求饶的声音更响亮 我猝眉 保镖很眼力见地把人拉走 像是担心吵到我一样 网上的热点 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 可有一个热点 一直居高不下 沈南辰他房 沈南辰炒作 沈南辰小三是锤 当初那条直播 也被人重新扒了出来 不知道是谁放出的消息 指明我 其实才是陪院的男友 而沈南辰这个才是小三 妄图上位 最后还害的人家男友重伤 这个消息一被放出来 惊动了很多人 其中就有我 从来没见过的陪家家人 休养了小半个月 我第一次见到了陪家人 和我想象的一样 陪院的爸妈都长得很好看 保养得宜 除去几条法令纹 压根看不出来年级 陪院更像妈妈一点 陪妈妈拉着我的手 柔嫩的皮肤和我的反差很大 可是她丝毫不介意 你叫沐青吧 抱歉 我们也是才知道你 我点点头 心中没有任何波动 我知道 陪院没有把我告诉过你们 因为她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们 他们压抑我的平静 我却没有多等 继续往下说 事实上 最初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我以为她和我一样 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儿 我没有将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 和两人交谈了几句之后 我知道他们肯定会查 我顺带着提出来我唯一的要求 让我离开 陪院已经三天没过来了 今天过来的时候 身上还带着一点血腥味 走路的时候 脚都有些活动不方便 她走到我身边 可怜兮兮地抱着我 老公 爸妈让我和你分开 你为什么都不理我了 老公 你以后都不会原谅了我 是吗 许久许久 她等到快睡着的时候 我叹了一口气 是啊 她的脑袋落在了我的肩膀上 许久许久 有滚烫的液体滑落 顺着肩膀 滑进了衣服 我知道她在哭 却没有再生出一点怜悯的心思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又见到了陪妈妈 她塞给了我一张卡 脸上满是歉疚 你是个好孩子 是陪院配不上你 经此一事 她也该明白了 这次 我没有拒绝 谢过了陪妈妈 拖着行李箱 坐上了她给我准备的车 这次我选择换了一个地方 在临市租了一间小房子 买了点烘焙蛋糕的材料 办理好相关手续之后 我先是做了几次 卖的还是比较好的 附近邻近一些公司 下班的时候就有三三两两的白领 过来喝咖啡吃蛋糕 生意不好不坏 维持正常生活 没什么问题 宋敏不知道 为什么也来到了这里 时常会过来帮我干干砸火 被我拒绝 就会去做其他事情 一次两次还行 次数多了 我就会觉得有些厌烦 最后一次 关上店的时候 我叫住了她 学姐 不至于 我已经不想了 所以你不用愧疚了 这种弥补 我也不需要 宋敏苦笑 如果我说 这不是弥补呢 你怎么就看不透呢 我全当听不见 把人撵出去之后 收拾完最后一点东西 就去二楼准备休息 刚打开窗 就看见她还站在门口 我没有理会 也不知道又过了多久 她就离开了 我以为我不会再见到她了 可是没想到 没过两天 她又跑了过来 这次从一开始的帮忙 变成了给我打下手 我做蛋糕 她包装 手法意外的有些熟练 察觉我询问的眼神 她笑容放大 我去学了两天 这样你至少不会嫌弃我 笨手笨脚 我无奈 也就任由她偶尔来打个工 你想干就干吧 不过我不给工资的 宋敏的眼睛亮了亮 有一瞬间 我看到了裴院的影子 宋敏能知道这里 我知道裴院也找到了 时不时有几天 会有一个人过来订蛋糕 她就在门口静静地待着 把要求跟我请来的店员说了 然后就静静地离开了 店员见到奇怪 还跟我提起过几次 说是对方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女生 我知道是谁 也懒得点破 时间就像一条长河 记忆最终的归宿 就是沉淀 我要的不多 虽然到最后 我只有一个自己的小店 这也算是家吧 番外 陪院 木青走了 她不要我了 知道这一点之后 我心里涌上来无尽的恐惧 我想起了宋敏的话 疯狂地发挥了出租屋 却发现了那堆规整的物品 里面有她给我买的裙子 虽然很廉价 可她都漂洗得很干净 可见主人的细心 最上面是一个盒子 我手有些颤抖地 上前打开了它 里面是一张存折 我打开 数额不对 少了几万 心中明了她做了什么 她要和我划清界限 她要和我分开 我派人着了很多地方 可是都没有她的身影 电话打不通 我问了很多 我们有关系的朋友 可是最后得到的结果 都是不知道 回到陪家 妈妈看到我的情绪状况不对 询问我 我不敢把我玩游戏的事情说出 只是用了一个第三方的视线 我有一个朋友 他做错了一件事 可是他明明只是在玩一个游戏 他已经想好了 等到那个男生发现了 他就把游戏说出来 然后让那个男生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生 他为什么要生气 我也不知道 他的那个女朋友为什么生气 太胡闹了 妈妈表情一瞬间变得严肃 怎么能把感情当成游戏呢 你也说了 那个青年把感情看得很认真 也就是说明 从一开始的交往 他就把他当成了家人 如果你的家人用你最在意的感情欺骗了你 你会怎么样 我想了想我也会很生气 甚至如果他骗我太多 我会让他承受所有不想承受的 找到了 宋敏去外地考察 竟然找到了木青 他告诉我 同一时间还告诉了我一个消息 木青生病了 很严重 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我的心情 木青不止一次跟我说过 家里出事之后 他一直是一个人 他想要有一个家 我们会有一个家的 我们马上要有一个家了 我们好好治病 我拦住了他 把他带到了我的身边 他想要溜走 我就把人拦住 而后带回了我身边 那是久违的安心感 沈南辰找到了我 求我陪他一次 说是给他造造事 他的侧脸有几分像木青 不知怎么的 我答应了 却没想到 最后竟然把消息发出去 竟然变成了 他是我的男朋友 最后他竟然还仗着这个身份 来到了我的私人别墅 那个我和木青的小家 我费了很多力气 才帮助木青回转的身体 管家被放开后 看了我许久 最终叹了一口气 小姐 木先生 我看了这么久 他是一个好青年 你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我是糊涂 要不然也不会一直犯错 一次一次把他推开 那么一个傻子 可以为了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人 让出自己的午餐 我为什么会觉得 他想要攀附豪门 只因为他节省吗 不 那个时候 我只觉得他吝啬 一块钱而已 掉在地上 我都不会捡起来 可是他却会开心地向我诉说 一块钱虽然少 但是可以买一个馒头 一包辣条 一顿饱饭 我在嘲笑 甚至无数次在心里贬低 这样的身份 怎么配合我在一起 那么吝啬的一个人 斤斤计较 为了省那么一点钱 恨不得 可是我忽略了一件事情 他是真的很缺这些东西 一个人 如果他也简单地温饱都解决不了 我凭什么要求 他像一个富有者一样慷慨 爸爸妈妈最后都知道了 爸爸痛揍了我一顿 要求不准去看他 说我不配 我是认同的 可是我就是想见到他 于是我跑了 一拳一拐地来到了他的病房 看着他静静地摆弄了手机 我就感觉岁月静好 可是我知道 这片岁月静好 再也不会是属于我了 我好难受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求 老公 你以后都不会原谅了我 是吗 是啊 妈妈送他走的时候 我也来了 我在远处看了很久 久得眼泪都干了 后来我知道了 他在临时开了一家小蛋糕店 我经常会坐飞机过去看 宋敏也是 我们碰上过 可是都闷不作声 我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忙碌 想着 如果没有当初那个愚蠢的想法 这个身影就会永远属于我 可惜 没有如果 人终究是要为了自己当初的愚蠢 付出一生的代价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